社聯最新的研究顯示 超過一半年輕人收入低於工資中位數 社聯分析了統計處2014年的數據 發現20至34歲的年輕人當中 有53%的月入都是低於14,700元這個工資中位數 中學或以下學歷的有超過七成入息低於中位數 社聯委託港大進行調查顯示年輕人對於住屋最不滿 四成人認為未來兩至三年房屋問題都不會改善 社聯建議政府檢討學生貸款還款制度 以及單身人士公屋入息限額